《炒虎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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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5月30日的炒虎達人 今天大使就是期結 6月就開始一個精彩的月份 首先講一下上星期 Jason 我見到你Facebook 訪問了400科通深城的康總 你又去過他數碼港的硬彈 訪問了康總 你給你的感覺如何呢 400科通的股價或者業績各方面 有沒有提示給投資者呢 如果訪問的話 今天就講不完 只可以講一點重點 有興趣的話 去我Facebook看影片 大約25分鐘左右 也問得很詳細 除了業績 另外有硬彈究竟是什麼 之前有做過一些日價的配售 究竟其實接貨是誰呢 也可以講一點的 因為通告也有寫到 業績Q1上星期出了 GNB升50% GNB其實是什麼呢 即是商品交易總額 其實是用來量度一些e-commerce的公司 量度他們的交易量 即是像Sales一樣 就是量度他們交易的金額 叫做GNB 另外他們的客戶 多了很多中小企 是做了他們客戶 比去年多了90% 經營日利多了30%多 康總也說到很白的 就說下半年應該會更加強勁 這個都符合他們 今年他們有一個指導的 即是他們每年都有一個目標 今年的目標是怎樣呢 即是既然日利都是增長30%多 GNB也是增加50%多 你看到去年GNB是139億的 今年他們的目標是200億 即是大約一半50%左右 其實他們的目標 未來幾年都是維持高速增長 未來幾年的目標是升到1000億的GNB 即是在今年的基礎 如果是200億 再增長到四倍 五倍? 四倍 再多多四倍 你說多少年可以做到呢 他們沒有清楚這樣說 他說幾年可以做到 看看各位對這隻股票有多少信心 是的 還有留意他們每次業績公佈 是的 每一季都可以看 其實透明度都算高 因為每一季都會出一些數 而不是說你看到 有些公司是半年才出一次業績 中間就好像消聲匿跡 沒有聲氣 你看到另外說到一樣 跟今天的股價也有少許關係 之前做了一個日價配售 你訪問之前 是的 我訪問之前 過禮拜五就出了 是的 即是過禮拜之前 做了一個日價配售 配給誰呢 配給誰呢 他就說到 免的那個是叫大城資產管理 是的 其實他代表那個就是國家隊 是的 也有在一些分析員會議上透露過 這個也不是一些什麼 在Facebook 也有透露過少許 這已經是公開資訊 但是國家隊是誰呢 他就說因為一些保密協議 就不能說 大家自己可以猜猜 另外他提到12.5元 為什麼可以日價呢 在這個悶市之下 還可以日價批股呢 就是說 對科通 當然是國家隊對科通 是未來幾年的發展 是有信心的 是的 另外呢 空總自己也有信心 他也給了一個付款 國家隊 是 三年之後呢 就可以用12個8.8元 收回一些股票 是的 所以 也反映到今天我們可以 看一下這個圖 是的 可以看一看 你看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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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收了一支 叫做射擊之聲 有條影線 對 上影線比較長 所以 今早最高呢 就去過12.84元 是的 那和主席 那12.88元 那個接貨價 很吻合 很吻合 很吻合的 所以呢 就去到那個位置 就短線客就吃虎了 就是下來 那你說 是不是 代表見了頂呢 可能 就是短線會有少少少的整固 但是 當然啦 如果你說三年之後 他肯三年之後 承諾 用這個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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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像下一支 2382 信譽光學 是的 就是希望它是 是的 當然 就是 因為那時候 都是 信譽都是由幾元 幾元開始炒除 是的 推介到 到現在二十幾元 是的 我記得我自己 在2012年開始 寫股評審比較密一點 是 是的 那一年其實其中一隻 我的推介就是 信譽光學 最多的 我第一次 第一次推介的時候 信譽光學是四元的 是的 當時當然是沒有做 就是一些 純粹都是做一些鏡頭 也是做一些比較低像素的鏡頭 嗯 發展到現在成為了一個行業的龍頭 是 做一些千多萬像素的鏡頭 另外做一些車載的鏡頭 另外還有一些是VR的概念 現在在裏面 加起來 就變成一個 高增長的一個科技股 是的 是的 這個就可以大家 慢慢看看業績 接下來看看有沒有其他動作 四零零 沒錯 是的 說到這裡先 說到這裡先 今天呢 我們轉回話題 說回大市 是的 今天大市期結 恒生指數是20629點 升了52點 成交增加了一點 580億左右 我估計其實都是因為 期子結算的因素 這一天是通常會活躍少少的 期子結算那一天 你也看到其實是上午那一刻 抽了回來 然後下午就已經 滿了 沒有了力 是的 你看到一些 其實很多 尤其是科網股 是的 好像400 或者700 騰訊 都是在高位回落 很明顯 今天早上 就是在用騰訊 來頂著 期子結算價 是的 頂了一半週 下午就開始散水了 是的 為什麼呢 散水呢 也有一個關係 就是明天 MACI換馬 是的 那些中概股 例如阿里巴巴 或者京東 葵程 這些 其實比重就會上升 是的 犧牲了誰呢 犧牲了投訊 投訊就減低了一個百分點左右 是的 計算過數 如果基金要沽貨的話 大概就沽10億 10億 是的 你看到它其實 今天的成交 也 今天的成交 應該都是超過了 20多億 看看 37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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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10億貨 其實大約佔31日的成交 當然今天創過新高 其實成交一定會大一點 會大一點 是的 你當是佔不到一天的成交 所以其實對騰訊會不會有影響 可能會是一個很短線的影響 短暫 或者是明天收市前半小時才會開始反應 是的 即未必會是很大的幅度波動 如果你說想買的話 明天收市前可以看看 在收市前30分鐘看看 看看有沒有計算 是的 因為通常都會很波動 也會有些 因為換馬的時候 成交也會增加 沒錯 明天也預期成交會再 可能會再多一點 是的 另外有一隻就增加比重的 就是241 阿里健康 其實最近也看過它要低一點的 就會開始上升 是的 但是我又不是建議你現在這個位置買 是 如果你有貨在手的話 明天就晚上可以 臨收市前看看有沒有好處 對 大使來後 也是5月31日 明天就5月31日 接下來的6月都會有多少 很多 很多 我应该是预期超错 是的 应该有很多的 例如来到以色 FOMC 耶伦都说来到也会有机会加息 但应该未必是6月的 未必是 是的 令到市场都应该会有多波动 大家都在想6月 另外英国 英国会不会脱扭公投 另外MFCI会不会立入中国指数 这也是其中一个 深港通 不定期会公布 或者是不定期会催 上礼拜就是催 initiatives 上下午催 backwards 下午才会调 这四方面我可能听过数次 但是时间线可以给大家 6月14至15日是美国联储局议息会议 6月15日也会公布MSCI 所以6月15日这一天真的要记住 应该是超错的 另外过完这两个之后 还有6月23日是英国公投 脱欧公投 6月23日 然后还有一个深港空 那深港空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预计会在7月1日之前就会公布 即是6月份的某一天 还有6月份也第三个星期 美股那边就结束 没错 也应该 那个星期也应该是相当波动 大家要留意市况 也会有多波动 好了 那就谈谈市场 那幅图是如何 是的 未来应该是如何 未来应该是如何 未来可以去一去幅图 好 就看到恒指 那低位反弹了2000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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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位应该这么说 高位回落了2000点 对 21600 下回19600 去到现在 又已经反弹了1000点 你看到黄金比率去看 刚刚过了0.5 是 0.5就是20600 左右 是的 如果你说去到再上一级 去到0.618的话 20800 即是多20500 200 是的 其实今天20700多 你可以说差不多去到0.6 左右 是的 反弹了三分六成左右 你看到有些比较 我自己就不会倾向这么淡 是的 但是有些比较淡的分析 就会认为 现在这个位 即我现在的cursor 正在做的位置 就是左肩 是的 然后现在正在做的右肩 是的 就是一个头肩顶 出现了一个情况 是的 那就是会不会去到这么淡 就是你说头肩顶 的话 通常 头肩顶就会穿了一条颈线 就会再下跌 是的 现在是不是去到这么淡 我自己也不会去到这么淡 因为现在 其实就是 因为每一天都只有 五百多亿成交 其实就没上没下 其实很容易 是的 真的很无定向风 上午可以升上百几下 就可以倒跌 是的 所以其实暂时不要看得太淡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看到那条十天线 开始咬回来了 这个位置 开始会穿回一些 其他比较长一点的移动平均线 是的 其实技术走势是开始好一点的 另外你看到 9日RSI 都去到六十多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动力的讯号 来的 再看下面 MACD 又去到一个牛差距 是 当然 还未去到双牛 但是也很转紧 很转紧 很转紧 看下会不会 未来的市场 再好一点 是的 但是看到唯一的隐忧 就是一个 这样的五百亿 一天的成交 是的 就成为了常态 现在好像是 其实也不是 在这两天 市场抽出来 才是五百多亿 是的 如果不是四百多 四百多 是的 很恐怖的 上周是四百二十几亿 真的完全都 真的 大家都是看着市场 但是 股市是完全 不移动的 就算是 大股都看得到 都停了在那裡 停了在那裡 因为实际上 真的 鱼缸没有水 是的 大家都 很回避 即是回避风险 大家都在观望 是的 有钱的话 都是保持货 防新鲜 是的 刚刚还没想到之前 又做了一个调查 是 连基金经理的现金 都回到金融海啸的水平 是 5.5% 是很高的 很少看到有5% 流上的货币 是的 所以你反映到 其实无论 不只是散户 大户一样是 一个 风险回避得很重要的 一个心态 是的 所以暂时 无定向风注 是的 你说 会不会 有些趋化剂 短期 应该是深港空 你看到近期科技股 又开始移动 移动 是的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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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大截也不够 我不知道怎样去形容 是便宜很多 差很远 另外有一个再便宜一些 即比信与光学 估值再便宜一截的就是统达 10倍PE也不够 但业绩不差 去年的业绩是增长三成至四成 但为何会剩下10倍 8倍PE左右呢 反映到资金也很受感 某几只比较有概念 或者比较龙头的股份 只是炒某几只 同一块玩快 但买某几只 最龙头的两只 第三只都没有了 以前炒完龙头 然后炒龙尾 现在就只是炒龙头 龙尾也不知在哪 现在就是炒龙头 然后调整 然后再炒龙头 从来没有见过龙尾股炒上去 没错 我想可能去到最尾那一天 如果真的龙尾股都开始走的时候 通常都 各种区域都开始 龙头就开始跌了 另外会不会反思一件事 到真的深港通车 这些科网股会不会有 见光死 好消息出货呢 挺有可能的 你说公布那一下 可能还会炒上去 但是可能炒到 由公布到拍板落实那一天 都可能要有两三个月 没错 那两三个月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很可能都是炒一段 然后就散水 但是大家在今年 如果现在仍在炒股票 应该都学会了 就是新加多 就一定会吃糊 你不要拒绝 严手止蚀 严手止蚀 高追了的就愿道复书 没错 那就要止蚀 对 好 那今天市场也是差不多 对 那你说下个月去到多少呢 我觉得如果你说 比较好一点的话 可能 二万一我想可以试一试 如果比较乐观点 比较乐观点 对 而万一可以试一试 对 那就是 但是究竟 你说是否你拿着股份 是否一定会受惠 因为现在真的炒得很两极化 是的 因为你看到 其实就算恒生指数里面的 成分股里面 都很两极化 很两极化 你看到那些科目 就是700 那些就破顶了 康师傅就破底了 就算这几日升上来 你的保险股 中人寿 或者是平保的 基本上都是原地踏步 外借借 外借借 其实都去不了之前跌的价 是的 所以都很两极化 资金都选择来炒 是的 在这个时间 我自己觉得 四个字 跟红顶把 如果你想短炒的话 跟着资金留在哪里 你就跟着去哪里 就像联想那些 破底的 那些暂时不要搞 百例那些 也是跌到破底的 暂时可以先放在哪里 短时间内 在有限资金的情况下 其实不会有太多的资金 会敢在这个时间 骂这一类型的股票 通常都只不过是 追回一些走势会好一点的股票 例如可能是豪赌股近期 好一点 今天的资金倒收也不算太差 即是快要公布的资金倒收 你看到今天 即是2000也升上去 可以短线留意一下 例如金沙 可能铃鱼 这些 有点像见底的 是的 因为都已经 上个礼拜 股王上都有推贷880 880 即是奥波 这些是落后一点的 我自己通常会看2000多些 大家各有自己喜好 都是同一办法的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是的 即是走势 即是你说 金沙升完之后 会不会金沙升完一成 然后 银鱼 是的 然后银鱼 然后就会散下去 美宫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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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是的 全部都会炒一股 这些就不会说 相差太远 是的 明白 但是如果真的去到科技股 可以 2382就会创新高 是的 但是转头你会看到有一只是创新低 都有的 543 太平洋网络那些 近期都比较差的 是的 即是同样的科技股 都会相差很远的 是的 大家就不要用几年前的炒法 就是资金充裕的时候 炒完龙头 就会炒二三线 炒二三线 就会炒八九线 这些股 现在就不会了 是的 现在就不会了 即是炒完散一阵 然后再炒过 也是同一只 是的 如果你说你不是整天看着市场的话 其实我建议你不如握住它 握住一两只 比较龙头一点的股份 是的 不要管中间的波幅 是的 反而还可以更好一点 好 今天大肆差不多了 今天有个挺有趣的新闻 是的 很有趣的 就是 最近 不是 前两天 是的 我看了一个 一个MV 但是我看了一分钟都没有 我受不了了 是的 是的 艾珊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还没看 你还没看 我还没看 是的 但是 有一个 大家 如果现在是一个 七八十后 我想一下 是的 大家会有一个 在你的童年时代 或者中学时代 是的 你会有一个熟悉的名字 是 又出现 叫做章鱼诚 是的 那章鱼诚 你说章鱼诚 为什么和股市有什么关系 章鱼诚和股市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 找回章鱼诚 每一次 他有几次 出道 出道出新歌 出新歌 是的 又或者一些大的动作出现的时候 那股市是怎么样 是 举个例子 我也真的要看一看猫子 真的 2001年6月份 章鱼诚出道 是的 结果2001年9月份 出现了什么事呢 大家记得了 911 那天就跌得很厉害 是的 三个月 相隔 相隔三个月 第二样就是 2008年8月 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出了 不是 章鱼诚原来是復出 復出 是的 之前原来沉迟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復出 出现了一首歌 然后呢 2008年8月 復出 然后呢 10月份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是的 金融海啸 跌了50多个百分比 三个月 是的 真的很恐怖 那时候 好了 然后第三次 2011年8月 第二次復出 是的 不知道是否復出这么多次 是的 2011年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炒股票 也会知道 2011年是什么呢 是 勾债的 另外呢 也是美国债务上限 爆发了一个小股灾 是的 是的 那三个月呢 港股 2011年8月至10月呢 港股跌了28个百分比 哇 是的 这次叫轻微 轻微 这次叫轻微 08年那些才叫坚的 是的 好了 那今次 2015年 是的 不好意思 2016 刚刚出了不久而已 是的 那三个月内会不会那时 是的 即是什么时候 现在六月 九月 是的 即是去到八月 即是三个月 八月尾 是的 究竟八月尾 恒指 会不会重蹈之前的三次復设呢 那就真的要 是的 要留意一下 如果真是说 即是之前的三次平均跌三成 是的 如果今次又跌三成的话 恒指 就会见到 14746点 是 14000多 是的 那你说 会不会出现呢 到时再说 这些东西都是 信责有 不信责有 是的 都是吹吹水的 是的 但是呢 当然 如果你从科学的角度去看 三次的数据 是不能够成为一个 即是 在统计学上 是不够准的 而且我们只有淡笑 是的 当然 买包花生的 是的 是的 大家可以听着他的首歌 然后又看看市 一边听一边 我怕我打了八个屏幕 是的 打了八个屏幕 我们其实可不可以找到 晨晨过来做访问呢 可以的 其实 让我找一下 有没有办法联络到他 是的 问一下他 自己有没有沽期指 不知道 是的 出道前沽期指 看看任务是不是真的这么准 是的 这样 那今天 差不多了 说笑 轻轻松松半个小时 是的 那下个星期再看看 未来的六月的市况会怎么行 是的 那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不到你选 但说到买东西 就当然有好东西选 MHK网店产品和服务 涵盖饮食、家居服务 生活扮静 潮流服饰和休闲娱乐 各样都有 全部都经我们主持人精心挑选 用过、试过、体验过 是好东西才推介的 品质保证不再说 价钱亦比市面优惠抵买的 挑选深水产品之后 你可以亲临我们香港製造网络电视 提取商品 而大部份的产品更加会提供送货服务 付款方面 你可以选择以PayPal、信用卡 或者银行入售方式付款 只要将入售市、上传 或者电邮至我们 cssatmihk.tv就可以了 就可以确认订单 方便快捷、简单 可以买到迎合你生活需要的产品 有得选之余 亦都保证不是逻底产的 除了客人有得选 MHK又怎会不帮各位中小企老板 不想再挨贵租 欢迎各类型的中小企 透过MHK网店拓展销售网络 建立属于自己品牌的独立专业 将产品放上假买 网店界面清晰易见 产品亦都不会密质质 而用放大镜才看到 我们亦都可以帮你制造宣传的广告 在我们MHK旗下的频道直播时段 或者重温的节目中播放 还会上载至YouTube和Facebook专页播放 帮你谷人气、谷销量 想了解更多的详情 立即指电子3955-8673 或者电邮字给我们 cs.mhk.tv